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9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最近德州完成的一系列极右立法 虽然引发强烈争议 但据彭博社对迁入德州的自由派人士所做的访查发现 因为政治环境而改变想法 而想牵出德州的人仅占少数 例如来自印度半岛的移民塔里克·洛迪 他是一名科技人才 原本住在北加州华人聚居的好区库普提诺 也经常到波士顿出差 他自称自己是一名社会进步派人士 他反对私人拥枪 不反对堕胎 支持同性恋者的权益 但就在10月份 他却搬到了德州达拉斯定居 他表示 新雇主给他的工程师职位 让他非常振奋 他原来在北加州的房子 空间显得比较局促 他以270万美元卖掉了北加州的房子后 在北德州买了一栋带游泳池的豪宅 房子位于非常好的学区 而且价格还不到100万美元 他说 虽然印象中感觉德州人很保守 但搬来以后却发现 邻居和同事都很有善 大多数人对政治议题并不热衷 据经济学家指出 政治气氛虽然会影响人的决定 但它只是众多因素中的其中一个 如果把德州的低所得税 便宜的房价和众多工作机会都考虑在内 那么从外州迁到德州 应该还是利多于弊 另外比较偏向保守的人士 其实很多都喜欢德州的民风 因此他们很乐意从加州 纽约这些太过自由的州 迁往德州 另外还有一位时装销售师 辛迪布莱克 他也在去年从首都华盛顿 迁往了德州的奥斯汀 他也是一名进步派人士 起初他对移居德州有一些迟疑 但当他迁入以后却发现 奥斯汀这个都会区 有着很强的正面能量 他说他在这里过得很愉快 另外在德州维克市 开经济研究公司的雷·派瑞曼 却拥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德州目前正在朝着 高科技的方向发展 然而这个行业需要很多 教育程度极高的行业人才 但一般受过极高教育的人 很少会倾向于保守观念 因此从长远来看 德州现在的超保守政治风气 到时候也会让一些顶尖的科技人才 望而却步 今天好冷啊 今天啊 休斯顿的温度只有13度 我现在坐在这个外面 风吹来感觉到非常的冷 这是我们到休斯顿以后 感觉最冷的一天 今天是 日前一名亚裔男性乘客 涉嫌在一架从纽约飞往加州的飞机上 因为一名女性空服人员不小心触碰了他 随后他向对方连揍两拳 最终导致飞机破降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当飞机降落后 警察随即逮捕了这名男子 根据美国航空公司的消息显示 这家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成郡 约翰韦恩机场的976号航班 27号晚间因一名男性乘客 涉嫌攻击航班的空服人员而在丹佛迫降 航空公司最初声称 这名男性乘客因未戴口罩 和提醒他遵守防疫规定的空服人员发生争执 并挥拳殴打了对方 但随后遭到航空公司的否认 称这起事件和口罩规定无关 据消息人士称 这名涉案男子是头等舱乘客 他在航班飞行期间 被空服人员不小心碰撞了一下 对方立即向他道歉 但这名男子仍进入飞机的备餐区 向撞他的空服人员猛揍两拳 打完后随即返回了他的座位 据乘坐同一套航班的乘客指出 这名男子疑似饮酒 情绪失控后 被机组人员用胶带固定在座位上 据一名乘客回忆 索性飞机上有一名医生 为这名空服人员提供了紧急治疗 医生说 他的鼻子没有断 但他因流血过多 在飞机破降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航空公司表示 这架飞机安全降落在丹佛后 警察随即逮捕了这名男子 并将受伤的空服人员 送往附近医院治疗 随后 航班继续飞往约翰伟恩机场 此事发生后 航空公司抨击了这名乘客的暴力行为 并表示 公司对这起迫降事件感到非常愤怒 不会容忍任何人对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 据美国航空公司声明 该公司承诺将配合执法人员处理这起案件 并为受伤的工作人员提供全面支持 涉案男子将被该航空公司列入黑名单 日后不再允许他再搭乘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 这则消息在社交媒体传开后 引发网民对涉案男子的强烈不满 有网友表示 如果你没准备好戴口罩 那就不要登机 这是最起码的道德问题 尤其是一个男人打女人 这是绝对荒谬且不可接受的 据相关法律规定 如果乘客攻击空服人员 可能将面临重罪指控 罪名一旦成立 最高可判20年监禁 据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发生了近5000例乘客不遵守航空规定的事件 其中72%的案件与乘客拒戴口罩有关 据新出炉的数据显示 美国最新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出现持续下滑 这显示出美国的就业市场持续好转的迹象 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0月23号 当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由前一周修正后的29.1万人 向下减少1万人 降至28.1万人 此前44位受访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为28.8万人 预估区间介于27.5万人到30万人 截至10月23号为止的过去四周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移动平均值为29.93万人 此外截至10月16号的那周 连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则是前一周修正后的248万人 向下减少了23.7万人 降至224.3万人 此前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为242万人 28号 拜登总统揭晓了修订版的1.85兆预算案框架 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健保 教育 气候变化 税法等领域 另外拜登也宣布了1兆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在儿童教育方面 拜登政府计划给3到4岁所有儿童提供免费学前班Pricate教育 该计划预计每年将服务600万名儿童 在育儿方面 拜登政府推出可负担高质量育儿计划 针对收入不超过所在州平均中位数2.5倍的家庭 联邦政府将把这些家庭的育儿费用控制在他们收入的7%以内 但家长必须在职 正在求职 或参加与健康相关的看护训练或工作 预计该计划将汇集2000万儿童 并且将持续6年 另外拜登政府也计划 持续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育儿补贴和援助计划 将儿童抚养税额抵免延长一年 至2022年 每月给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300美元 给6到17岁的儿童提供250美元 预计这项计划将汇集3500多万户家庭 另外拜登也将工作所得抵税延长至2022年 并将最高抵税额度增加3倍 降低门槛放宽年龄限制使更多民众受益 该计划的受益人群为1700万名 低薪无子女工人 在家庭护理方面 拜登的预算案旨在改善老人和残障家庭的护理服务 扩大医疗补助的覆盖范围 减少申请补助的等待时间 此外拜登政府也计划改善护理行业的就业质量 预计将给育儿和学前教育共拨款4000亿美元 税收抵免总额将达2000亿美元 家庭医疗保健措施将耗资1500亿美元 另外拜登计划将可负担健保的相关补贴延长至2025年 预计总额将耗资1300亿美元 这将降低奥巴马健保的成本 重点汇集中等收入家庭和中产阶级民众 此外拜登政府也呼吁为扩大医疗补助的12个州 为低收入民众提供可负担健保补贴 扩大医疗保健的计划 也包括为有医疗保险的民众 推出350亿元的助听器福利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拜登政府计划是5550亿美元 为安装太阳能屋顶 购买电动汽车的家庭 提供税收抵免福利 激励发展清洁能源行业 创造30万份就业机会 其他还有关于住房 食品营养 高等教育等投资 预计将耗资2800亿美元 另外拜登也计划将撤资1000亿美元 来支持移民和边境管理系统 据报 拜登宣布的这项1.85兆美元的预算案 并不包括免费就读社区学院 带薪病假提案 以及牙医和眼科补贴 周税及地方税抵扣等方面的内容 日前 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 曾以本土恐怖分子的称呼 来描述对抗防疫措施的家长 对此 众院司法委员会的19名共和党议员 质疑拜登政府和协会曾勾结 企图利用联邦执法部门对此施压 迫使家长停止对抗新冠防疫措施 据《华盛顿时报》报道 这次的行动 以前总统川普的盟友吉姆·乔丹为首 19名议员27号联署发信表示 个人正在调查 白宫和司法部是否曾阻挠家长 参与校区的校董会会议 此事若属实 即侵犯了涉案家长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 对此19名议员援引家长互为教育组织的信件表示 全国校董协会主席加西亚和临时执行董事斯拉文 发表公开信指责家长是恐怖分子之前 曾和白宫协调 而根据该协会的记录显示 虽然校董会开会时 经常有来自家长的互动 但大部分都不涉及暴力或威胁 对此19名议员在信中批评白宫 事先曾和全国校董协会协调信件内容 之后似乎又将这封公开信作为理据 从而让家长成为司法部施压的对象 议员同时表示 司法部长加兰德应撤回 日前向联邦调查局FBI发出的备忘录 应强调家长绝不是本土恐怖分子 官方也不必动用FBI跟进 只要让地方执法部门处理纠纷不已 据全国校董协会在9月29号 致函总统拜登的信中表示 部分家长反对校园防疫措施实 行为已如同本土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 因此希望联邦介入 在这次调查中 共和党议员也向全国校董协会高层致函 要求协会交出和白宫、司法部、FBI之间的沟通记录 而在参院司法委员会的会议上 司法部长加兰德应拒绝撤回备忘录 而遭到共和党人的批评 当时加兰德表示 校董会议可能发生暴力事件 他说自己在备忘录中 从未使用过本土恐怖分子的字眼 昨天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宣布 公司将更名为MIDA 以纳入公司的虚拟实境未来愿景 也就是他所称的元宇宙 据美联社报道 有人怀疑扎克伯格的此举 似乎是为了尝试转移外界对脸书文件的注意力 因为这批外卸的文件 接入了脸书公司如何忽视内部报告与警告 并指出脸书的社交网络 已在全世界造成或扩大伤害 根据扎克伯格的说法 他预计元宇宙未来十年内将可触及十亿人 他还称 元宇宙将会成为个人可以互动 工作 创造产品与内容的地方 他希望这个全新的生态系统 能为创作者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据悉 元宇宙的概念最早在1992年的科幻小说《汇雪》中被提出 是指由现实和虚拟混合而成的数字世界 允许人们通过虚拟环境在不同装置间移动和沟通 随着虚拟实境VR技术 以及扩增实境AR技术的硬件发展 日趋成熟 上网速度的日益加快 电脑运算能力的大幅提升 另外再加上科技大公司的背书 元宇宙一举跃升为今年的热门关键词 其实具备元宇宙题材的不只是VR AR硬件产业 还包括人工智能 芯片代工 社交平台 游戏 金融等 都将扮演关键角色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021年10月29号14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4668万5145例 累计死亡人数763784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病例是78460例 死亡1208人 加州新增5884例 死亡99人 德州新增6043例 死亡159人 佛州新增2292例 死亡1人 纽约州新增4461例 死亡19人 伊利诺伊州新增2601例 死亡41人 宾州新增4312例 死亡98人 新泽西州新增1965例 死亡20人 今天太冷了 今天的这个温度 今天早上我送我儿子去上学的时候 我儿子说 爸爸你不是说休斯顿没有冬天吗 他说你不是说休斯顿不冷吗 怎么今天这比纽约都还冷 今天的确是有点冷 冻的有点冻的感觉 还不是不是凉 啊 行了